不只是要提前慶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新北市政府在市民广场举办 三八齐房生妇女侯平安活动 推广性别平等观念 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办 特别邀请咖喱玩具团 带来性别平权的话剧表演 期望能透过浅显易懂的剧情 让民众更加了解 性别平权是朴实价值 通常巡逻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会针对快速道路 像新北市是台六四台六五的快速道路 如果有一些塞车的状况 我们会骑上去查看查报路况 如果有骑大动机的朋友 然后也是要遵守汽车的交通规则 今天是刚好是就配合三八妇女节活动 所以我们就骑成三轮的大型重型机车来这边 那我们今天早上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练习我们每个人的彼此的速度 然后还有油门跟刹车的控制 让我们可以就是完美的表现这一场的表演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女警骑乘重机到场 也能一睹寄警队女骑警的执情英知 颠覆以往骑重机马术驰骋都是男性专利的刻板印象 还有规划了妇女防身术的示范教学 由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霹雳小组的干员和妇佑警察队女警 在会场进行防身术的示范演练 身怀绝技的亮眼女警和男警对战展现女性实力 学习上来讲的话因为女生的部分 我们女生本身身高如果不够高啊 然后体力不够有时候可能连肌力也不够的时候 我们比较害怕说站不稳啊力气不足甚至反应也不足 所以我们学着防身术的重点就是快很准 练习上的沟通的话原则上当然也是多训练啦 那因为教官他们是很专业很专业的教官 那我们也是向他学习 他们就是我们在雕每个动作的时候 他都会一个一个一个来装 比如说角度比如说位置 他都会特别的去帮我们做调整 新北市的妇女人口占了全市的51% 为了和国际接轨落实国家政策 市府特别提出新北性平年性别平等推动方案 由新北市警察局举办相关活动 由女警担任表演重担 展现女性在工作上也能发挥她们的力量 中江新闻林立五流梵刚板桥报导